那老师会有哪一些风险啊 如果有脂肪肝的话 那你现在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啊 我觉得我还蛮正常的 也不痛不痒啊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 脂肪肝呢 就是大家听到肝脏 就会第一个想到呢 就是可能就是肝炎 肝硬化 然后最后肝癌 但是这也不是全部都一定会往这条路走 现在我们发现呢 就是大部分得到脂肪肝的人 最后居然都是死于血管疾病 是他的第一名 老师你看一下 我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漂亮啊 都是绿色的啊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 我就是这个脂肪这样 我怎么是不及格的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尤其像你那种年轻人 做完以后就是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轻微的脂肪肝 瘦子也会有脂肪肝的 对可是我已经够瘦了 我的脂肪都已经没有了 我怎么会有脂肪肝呢 我们用医学的定义就是说那个肝脏里头储存了脂肪 那超过了5%以后 这叫做脂肪肝 那一般比较容易会有脂肪肝的人都是 就是比如说像肉肉一串 就是比较胖的人 但是呢有一群人呢我就称为他叫做这个所谓的 淀粉控肤 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就很爱吃这个面包了 对我超爱吃面包饼干 对因为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糖分 进入体内也会这样转换成三酸冠油脂 存在你的肝脏里头 所以我其实不可以用面包来当做那个正常 我很常这样了耶 对这样不均衡 就会变成相对你肝脏代气就会欠缺的一些营养 那还有一种淀粉控是它很健康的淀粉控 它很喜欢吃的就是像玉米啊马铃薯啊 这也很好吃 跟筋类听起来很健康 但是因为淀粉摄取过多也会转换成脂肪 对所以可能它没有吃很多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营养不均衡 淀粉为主粥 然后再来就是相对其他营养素摄取不够均衡 对所以也会容易有脂肪肝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然后其实有一种猪躯 吃素也会有脂肪肝 吃素可是它没有吃肉拿来的那个油脂 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百叶豆腐 有 百叶豆腐很好吃 很好吃喔 对超好吃的 很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我知道了 对它是炸的是吗 No 是因为它有油 它里头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我想到另外一个豆皮也是对不对 对炸豆皮 对 白豆包就还好了 对我们卤味摊有时候那个大部分都是炸豆皮 还有一个叫莲花肝 有没有 那个都是豆腐豆干屋的肥肉 好吃会有哪一些风险啊 如果有脂肪肝的话 那你现在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啊 我觉得我还蛮正常 对 对也不痛不痒啊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 脂肪肝呢 就是大家听到肝脏 就会第一个想到呢 就是可能就是肝炎 肝义化 然后最后肝癌 但是这也不是全部都一定会往这条路走 现在我们发现呢 就是大部分得到脂肪肝的人 最后居然都是死于血管疾病 是它的第一名 所以我就是有可能 动工不远 很有趣 很有趣 有些人呢 他就是因为这个脂肪肝之后啊 再过一段时间 他如果没有去处理 因为表示他的肝脏 代谢脂肪的能力跟身体处理 这个代谢的能力都有异常了 他最后就会往这个所谓的 肝脏病的方向走 另外呢就是 也跟你分享几个好不错的食材 苦瓜跟山苦瓜 它都是一个非常 因为它的苦瓜铁 对于我们的肝脏有保护的效果 毛豆 毛豆 毛豆是那个日式那个毛豆吗 对对对对 下次你如果外食的话 还蛮喜欢的这个 OK 那怎么表情不太像喜欢 哈哈哈 再来讲一个可能你比较会喜欢 苹果 对苹果很喜欢 好那很棒 因为苹果里头的三奈酸啊 它就是一个对这个 我们的肝脏有一个 很好的保护效果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不管说蛤蜊啊 或辣啊 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对肝脏有保护的 而且它热量非常的低 这样子 对海鲜的话其实是还OK的 比起肉类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肉 就是海鲜跟我们的红肉比起来 相对白肉的热量 脂肪含量都会比较少 最主要就是减少久坐 就是我们应该站着 站着吧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真的这个体重超过 零行体重 要减现有的体重5%到10% 有时候目标太遥远 我们就近一点 就是比如说80公斤的抓5% 你瘦4公斤 你就会有 容易 对对 对然后脂肪肝也会改善这样子 对 好那就希望大家要注意 就是因为脂肪肝最大的风险 其实是未来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超可怕的 身材可以在餐桌上练出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